新外媒体称,六家公司已提早有关未来台军本土制造的菜店,攻击舰艇舰队的设计方案,据当地媒体报道,其中包括两家欧洲公司和两家美国公司, 以及一家印度公司和一家日本防务承包商,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7月12日报道,提交设计方案的印度团队是由效力于印度海军裁电,攻击舰艇舰队的海军工程师组成, 印度海军裁电攻击舰艇舰队包括星度科什级级俄制基洛级潜艇,西舒马级级德国209型潜艇和虎沙级潜艇, 而日本团队是由日文两家主要潜艇制造商,三菱重工业公司和川崎重工业公司的退休工程师组成,资料图片, 2017年3月,蔡英文市场海古号潜艇,美联社日本团队应一家美国防务公司的特别请求提交了设计方案, 据媒体报道,印度团队的设计方案,包括用于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设计元素, 据称,台当局防务机构的官员正在与美国防务城包商一起评估设计方案, 报道称,台当局所谓的本土防御潜艇计划,IDS计划于2014年12月启动, 其初步设计工作,预计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,第一艘潜艇的建造工作,预计将于2020年开始, IDS计划分为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包括完成台军新型攻击潜艇的设计工作, 台当局为此拨款约21新台币,约核4.41元人民币,第二阶段是建造新型潜艇, 其目标是在8年内完成建造任务,并在10年内让潜艇服役, 据估计,每艘潜艇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, 资料图片,2014年6月, 印度海之印爆炸事故沉默的击洛基潜艇, 新度拉克沙克号被打捞出水, 报道指出,IDS计划的目标是打造一支由8艘本土设计的裁定, 攻击潜艇组成的舰队, 每艘排水量约1500吨, 第一艘潜艇将于2024年进行海事, 随后于2026年开始首次作战部署, 这是一份时间表, 并假设不存在重大的技术故障和工程进度延误, 但鉴于台当局则组装擦电潜艇方面经验不足, 这一假设不大可能成立, 报道还指出, 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批准了美国防务公司, 向台当局出售美国研发的潜艇技术的许可, 来源参考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